我要强调本居部分区提名是以民主大联盟跨党派跨领域跨世代作为最主要原则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名单15号出炉翻开安全名单排名第一胜位是竞争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林月勤 致力而笑权益另外像是现任立委洪生汉罗美玲等人也入列 而大家熟知的演员万老师则排在第12位 强调多元人选提了新住民又提客家人 却怎么也不见原名代表 再将民进党部分区名单往后拉 才能见到第21位布农族的陈慧君 对比上一届奥密尾浪排在第15差点就能进入国会 上上届古老西尤达卡甚至挤进安全名单 台湾原生秘书长伊萨克阿富感到忧心 部分区代表一个政党的价值 就是在部分区立委代表一个政党的价值 表示说他很关心这个部分区立委 他背后的团体的整个的诉求 即便民进党在山地平地原住民立委席次都各有提名 但对于部分区的政党票 伊萨克认为是代表一个政党的理念价值 后续民进党的原民政策仍有待观察 而至于国民党则是在19号对外公布部分区名单 民众党也将在近日拍板 各界持续关注名单内的原住民比例 原是金王156台北市采访报道